在纽约,每天晚上七点,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鼓掌声音。 这是纽约客自发的鼓掌的活动。 鼓掌,因为我们在乎。 Clamp, because we care. 今天是四月九日, 纽约开始进入了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期,叫做Wisebred Transmission, 也就是说有很多病例可能无法追溯到传染的源头。 现在全美的累积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自16万多人。 纽约中的确诊将近16万, 但是全美国似乎对戴口罩的认同感仍然是仓次不齐, 似乎更加注重的是呼吁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新冠病毒是只要保持距离就可以安全避免的吗? 每天纽约课会准时7点钟在一起鼓掌、吆喝、呐喊, 来表达对前线人员的鼓励和感谢, 因为是要必须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很多纽约课会在自家的阳台或是窗户边鼓掌, 有的人大声呼喊, 有的人是拿出杯子、碗篷来制造声响, 乐器弹唱、吹喇叭,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那每天会持续两分钟, 现在已经在曼哈顿实施持续两个星期了, 都是自发型的。 很多纽约课说, 这些掌声同样也是献给那些疫情在最严重的时候, 仍然出门上班的服务业的人员, 感谢他们维持纽约的正常生活而冒险出门工作。 但是我看到很多视频和镜头的这个瞬间, 虽然很振奋人心, 也非常非常的感动, 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在没有足够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仍然挨得非常的近, 包括了警察、医护和消防女人,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片段, 有时候我看着他们都着急啊, 这老美门的自信, 是不是非得等火烧到了自己身上才觉得疼呢? 优惯意识什么时候才能够加强一点? 近几日来, 很多超市都陆续的歇业或者择日开业, 有些朋友说啊, 这个华人超市都不敢开门了, 其实呢, 不是这个超市业者们不想开, 而是啊, 他们除了需要降低交叉感染之外, 每一家华人超市业者们其实都尽力了, 各种防护措施都做得足足的, 工作人员呢, 也是冒险坚守岗位, 说实话, 他们也是非常高风险的感染人群啊, 还有很多原因也是因为供应商跟不上, 上个礼拜我还去了Amherst Hospital捐赠物资的时候, 顺道去了朋友的超市, 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因为现在人家知道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 所以不单单是某个国家的货源有问题, 是全球的供应量有问题, 现在菜价是不是越来越贵了, 对, 菜价越来越贵是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收货了也没有, 然后很多蔬菜公司呢, 也short down了, 也不做生意了, 整个market肯定是停顿下来, 来的料理是越来越少, 所以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现在你们补仓都够吗? 补仓现在就是来多少就加多少了, 然后我们营业时间也缩了, 然后我们价值上有多少, 第二天来多少就是这样子, 来多少我们就上桌, 那你们都怎么做这个预防措施呢? 留下来的员工, 他们都担心这个问题吗? 保护就是我们这边配的很多的消毒水, 防护衣, 护照, 包括这个油大狗, 每个员工都给它配上, 店里呢, 差不多每两个小时就要消毒水,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大概就这样子, 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是鲜输产品类的, 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跟业主有多数过, 现在很多供应商, 他们的农场都不敢把货进到纽约来, 因为很多货车司机已经不敢进纽约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批发商, 他们都不敢接收货物,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都变得很淡, 他们都不知道水水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都不敢把货, 接收过来, 然后输送到超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超市他们的先输的产品, 都是越来越少, 而且价格都在一直在往上升, 这家超市也在前几天选择歇业了, 超市业面临无货可卖, 无人上班的情况, 再加上一些送货公司中断送货的影响, 食物的补给也越来越艰难, 说实话, 我很多在国内的朋友, 甚至曾经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 他们都发来短信说, 难以相信现在的美国竟然是这种状况, 其实不仅仅是华人超市, 昨天我还去了一趟BJs, 也发现鸡蛋和鸡肉类的货架, 都是清空状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视频。 我也出来给自己买点东西, 那我现在在那个BJs里面, 人有人距离到家都是非常自觉的, 现在, 鸡蛋的很多都空掉了, 今天看来鸡蛋在BJs吃买不到了, 因为买都还行, 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这个阳台了, 还能找到一些的, 现在还是有部分肉类, 希望大家在防疫居家期间理性囤货, 尊重和理解每一位还在送货外卖奔跑中的逆行者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